10月1日,建党70周年,香港示威者不满香港政府不明确回应诉求,在中国大陆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有针对性发起主题为反共,没有国庆,只有国商的示威。 在香港黄大仙、屯门、沙田等多个区域,示威者和警方以及汽油弹和催泪弹交战,多处着火焚烧,示威者针对警方不满达至新高点。 下午40许,警察因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泉湾近距离使用实弹射中一名18岁学生,成为香港反送中示威发生近4个月以来,首次抗议者被实弹击中受伤事件。 香港警方随后发表公告,称多区有暴动的行为,对一切违法行为予以严列谴责,并警告市民切勿外出,以免生命受到威胁。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深夜表示,前日25名警员受伤,超过180名示威者被捕,他们涉及暴动、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和袭警等罪名。 香港医馆局表示,截至晚上10时,66人送院,年龄介乎于11至75岁,两人情况危怠,两人情况严重。 下午4时许,香港湾泉大河道附近发生示威者与警察的严重冲突,从媒体片段所见,当时几名警员遭十多名黑衣示威者包围和袭击,部分警员被迫退至一所大厦的入口。 一名警员从旁举起手枪,走向黑衣人群,试图制服,但示威者继续袭击警员。 其中一名男示威者挥动铁棍攻击此名持枪警员,警员禁忌驴对示威者上身部分开枪,示威者倒地,双方冲突未有立刻平息,有示威者继续向警员投掷汽油弹。 现场视频显示,性增的伤者能够对围拢过来的提供救助的目击者清楚说出自己的全民,并说,送我去医院,我的胸口很痛。 有数名警察在事件发生后,为伤者提供医护协助,警方称,伤者年龄十八岁,左肩受伤,并送往马加列医院救治,送医院的时候,神志清醒。 伤者是全万一所中学的学生,一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同学对表示,一直知道伤者是勇武派,示威者,但没想到他走得那么前。 并说,从片段中看到受伤的同学很痛苦,自己也很不开心,计划发起众筹协助他。 香港警方在傍晚七时许,通过视频公告,证实枪击事件。 警方发言人称,下午四十左右,大批警方所称的暴徒在全汪大河道,大规模的袭击警务人员。 警察发出警告,但施洗者继续暴力袭击,现场警务人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拯救自己和同胞的生命,向施洗者开了一枪。 一名十八岁的男子中枪,警方发言人还称,警方不愿意见到任何人在事件中受伤,实在令人非常痛心。 我们在此作出警告,要求暴徒立即停止犯罚行为,警方会继续严正执法。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深夜补充,该名警员在电关火石下近距离受到袭击,在短时间做出决定向施洗者开枪。 初步认为警员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其行为合理和合法,为救事件详细调查。 同一时间,香港网民在六区发起抗议,成千上万的市民身穿黑衣在下午一时左右,在铜锣湾游行到中环。 他们举起全民抗共反极权的标语,高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警方指这场游行是未经批准的期间,属违法行为。 除了发生警员开枪案的全文外,香港多个区域也爆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示威者在马路设置路障和纵火,焚烧国旗和破坏庆国庆的装饰,向警方投掷杂物和汽油弹,破坏地铁站,香港防暴警员出动多枚催泪弹、橡胶子弹、海绵弹、布袋弹和水炮车等还击。 在屯门,大批黑衣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员制服示威者时遭袭击。 据香港媒体《明报》及《无线新闻》报道,有示威者向警察临颇腐蚀性液体,有记者被见证受伤。 香港警方在社交网站刊登多名警员受伤的图片,严厉谴责,这是自8月5日以来牵涉范围最广的遍地开花式冲突。 几十个地铁站和几十个商场从上午起陆续关闭,数以百计巴士路线停运,半个城市惊呼瘫痪,连接机程的铁路提供有限度服务。 香港警方于傍晚发表通告,指多区有暴动的行为,警告市民切勿外出,以免生命受到威胁。 警方日前称,示威者的行为与恐怖主义行为越来越接近,香港最大建制派政党,民间联发声明,指责激进暴力示威者肆意侮辱国旗,疯狂袭击警察,四处纵火烧车,堵塞主要干倒,破坏公共设施,对他们目无法计的疯狂暴力行为予以强烈的谴责。 香港近年来的政治风向值得留意,因其普遍消极的社会生态,已经明显地与整个中国的积极进取形成了反差。 旷日持久的路港矛盾和社会内部冲突,近期浓缩体现在了突如其来的街头暴力中。 然而,即便是在没有巨大政治变动的日子里,很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消极情绪也同样严重。 对于这一制度的消极看待,已经严重左右了香港人本应有的客观政治认识。 目前,民间社会普遍情绪化的政治消极气氛和对一国的集体无意识的抗拒,甚至只讲两制,少数人更追求实质上的完全自制,乃至城市主权独立,归根结底,其实是与一国两制自身过去的消极实践脱不开关系。 不可否认,在一国两制制度的区隔之下,过去这些年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张力十足,香港针对内地人、物、市的紧张情绪总是存在。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维度上,政治空转、街头抗争、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等,也在将香港人心越推越远。 自回归后,香港经历了几次政治改革,原本能让港人循序渐进,适应并最终有序参与民主的政治预热方案,最终被急躁的政府反对派摧毁。 2014年的战中运动更加彻底击溃了京港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协商空间,导致民主普选进程陷入停顿,更令港独和自觉思潮自此开始抬头。 于是,从近年来诸多针对香港管制的政策中,可以发现,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权势,界定正在发生转变,看到了制度隐患及其蔓延的趋势的北京,正在努力纠正过去对于一国两制解读的偏颇。 以正视听,这意味着,香港过去紧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状态,未来将被改变,那种对于港人治港的随意解读的政治虚拟感,也终将沦为往昔。 这件事迟早会发生,毕竟香港已经越来越习惯将国家释出的善意关在门外,这种不加掩饰的对抗国家执政党,并抗拒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蓝图中扮演角色的政治气氛, 甚至连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都万分抗拒的社会心态,目前为止,已经破坏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创举,于是,强调香港的中国属性,并加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联通及一体化,早已具有了非常充分的理由。 眼下,香港局势发酵至此,再单纯着眼于反修例冲突本身,已经毫无意义,还会错失对这场运动本质与原因的进一步深入认识。 怨、怒、戾气以及街头暴力,甚至是港独分离主义的爆发,若究其原因,有港府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也有乌合之众的鱼不可及,更有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 但其根源还是粗在了城市内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上,而若进一步深究这些矛盾,在回归后仍能继续不断产生和积累的原因,则又指向了回归后一直奉行的消极一国两制策略。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既精炼而又充满智慧,但现在,他却意外因贵一国和两制的内在张力,成了香港社会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基底之一。 不少香港人甚至产生错觉,误以为与内地、北京方面乃至国家命脉的全然机械区隔,才是一国两制的真谛。 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政治考量,香港回归后,北京治港策略一直倾向于整体的不干预, 在管制结构和理念上,都未能及时推进脱质流程和相应的转型正义,消极区隔特质明显的政府俗语, 井水不犯河水,即是过去许多年的治港路线的写照。 这种强调区隔的消极治港路线,酝酿了治港失误,其一是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与实践陷入形式主义。 在回归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各级治港工作都未能以辩证方式认识,处理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 实践中则片面强调了两片区隔和差异,即轻忽了殖民历史对香港制度及人心的倾诉, 又轻忽了回归后对一国在治理实践和思想认同上的寻诉, 让一国两制的政治理念陷入了僵化对立。 今天,一国两制终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辩证的转型关口, 唯有对管制理念从头至尾地进行一场化传统为现代,化区隔为荣华, 化被动为主动的深度改良,才能真切认识到保持香港制度模式的关键之一。 同样,即在于融合过程中坚持强调发展香港的政治独特性, 而且这恰恰符合积极一国两制的概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或观点,欢迎在下方留言。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